时时好心 时时好日 时时付出 时时欢喜 慈祭世界与您欢喜有约 福田一方 邀天下善事 新年万蕊造慈祭世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慈肯 欢迎您再次收听慈祭世界广播节目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进入11月了 天气也变凉了 在这里提醒所有的朋友们 要多加衣服哦 另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是日光节约的时间调整 今天睡觉前要调整时钟 回播一个小时 如果明天你有约好的事情要出门 也要记得时间哦 说到时间 大家是否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 东岸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您是否还记得上迪大水灾呢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已经一年了 美国慈祭人 从第一时间在停电的状况下 就拿着手电筒为灾民准备热食 一直到一年后的现在 东岸的慈祭人陪伴没有停歇 我们在10月29号参加了一场祈福会 有600多位赞民来参加 场面温馨感人 上任在10月30号的志工找会开市 提到了这场温馨的感恩会 很多赞民看到志工蓝天白云的身影 都还记得我们 另外也提到了慈祭医疗团队 克服种种困难 五个多月来帮助了一位来自大陆的孩子 杨晓东 当他来到花莲慈苑的时候 脸几乎是贴着膝盖 非常的自闭 也不和人交往 现在五个多月后 他可以抬头挺胸的走出医院 还可以唱歌 这些都是因为有慈祭人的付出和陪伴 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开始 甜甜啊 都在虔诚的祈祷 但愿天下 无灾无难 岁岁连连 当然啦 我们都要先 解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结 解除了 解恶严 要解善缘 这都是呢 一定的道理啊 你多解善缘啊 那就是呢 人与人之间能相合 和平共处 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结 不能调适啊 那就是人间啊 多了 人或灾难啊 人心既有人与人的 后竟然啊 我刚才是人家的心结 我刚才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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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个台风,叫做科罗沙, 现在已经形成了, 那它虽然是叫做青台, 不知道会不会再增强, 以目前的方向啊, 可能呢,都是向着灰地滴, 不过我们台湾啊, 也要戒圣虔诚,密切注意啊, 我们也要以虔诚的, 为菲律宾来祈祷, 但愿啊,这样的台风啊, 就能轻轻的过去, 不要再带给路上的灾难啊。 也看到啦, 美东,就是美国的纽约, 长岛扭着雪,在去年啊, 曾经呢,有了这样的, 大风大浪啊, 这样山底台风呢, 带给了真的很重的灾情。 回想到了去年啊, 天天就跟着美国的实际人, 天天在连线啊, 天天听到了抱回来的灾情, 天天都看到啦, 那样的苦啊, 满目苍蝇的境界啊, 在还没有灾情之前, 环境啊,很美的, 有海啊, 都是一个可以观光的圣地。 但是呢, 在一起之间啊, 就是呢, 破难掉了。 大自然的威力真的很强, 现在在回顾那个时候呢, 还是记忆游戏啊, 不过这一次呢, 这是周年啊, 也记性啊, 一个曾经有受过灾难的人, 还有在互出的团体, 聚聚一次啊, 辣七八郎啊, 虔诚的祈祷, 也看到啦, 那样爱的循环, 领过慈祭的, 现金茅塔啊, 生活宝等等的, 那个时候也拿着竹筒回去, 看到这一次呢, 也都纷纷的, 竹筒回良家, 人间最美是温情, 真情的爱, 他们的脑海中啊, 都深深的鸣刻在心脑里哦, 这一次啊, 慈祭人再次的送他们的礼物包, 里面啊, 有围巾啊, 茅塔啊, 还有五十元的礼物卡, 因为他们生活还没有很大的改善啊, 尤其是这一次的灾难, 这个恢复的步骤, 还是很漫长, 何况呢, 有一些, 那就是, 灰滑移民, 不敢在外面, 太多的活动哦, 那还有呢, 比较困难的, 总而言之呢, 一时的灾难, 那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雪上加爽,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 所以慈祭人这一次呢, 还是在送给他们的生活包, 那给他们呢, 必用的, 尤其是, 越来天气越能了啦, 所以呢, 也是在送给一寒的毛毯, 围巾等等呢, 慈祭人啊, 广洁善缘啊, 又做慈祭, 走出了家庭, 那走入了人群, 在普天之下的, 不分宗教种族啊, 可以解到这么好的缘, 这实在是, 天下人啊, 只要有爱温情呢, 就是最温暖的。 看到了马来西亚的印度庙里, 很热闹啊, 做什么呢? 慈祭人啊, 做邪金的花旺, 还有呢, 给了大家呢, 那一分心灵的财富, 分享着足同岁月啊, 小小的点滴的力量, 可以呢, 做大善事, 宗教呢, 不分彼此。 佛教, 在印度教的寺庙里, 大家来共享盛举, 这也都是一个很和谐的, 哦, 而且呢, 得到了当地人啊, 的赞叹。 那, 这个受, 住学的孩子们跟家庭呢, 也都铭刻在心灵里, 这都是人间的和, 和谐哦。 那, 昨天啊, 也是一个很好的, 哦, 欢喜的事情。 杨小冬啊, 湾区两百度的身躯啊, 五个多月前, 来到台湾啊, 可以呢, 要回去就已经呢, 顶天立地啊, 脚板踏着大地, 头顶着天, 抬头顶胸, 可以回家了。 记得呢, 一个多月前啊, 他来到京社啊, 已经呢, 可以站起来, 而且呢, 唱歌给我听哦。 这是一个多月前的哦, 现在呢, 不需要这个, 住行起哦。 前天啊, 在我面前哦, 前面走, 后面退哦。 那前走, 后退啊, 都很利落哦。 只是呢, 现在都已经呢, 可以这样一步一步向前行。 同时呢,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需要他, 要励志, 要坚强, 还要再复健。 因为呢, 陈院长啊, 我们的医疗团队, 进行治疗呢, 要花很多的心思啊, 很艰辛的呢, 开刀, 开过了五次哦。 这样慢慢的帮忙, 慢慢的拉哦。 当然啊, 后面的需要有麻醉的团队哦。 很细腻紧密的哦。 的这样的配合, 妙手妙法, 妙人医, 一次再一次的。 本来是算六个月, 可以完成。 现在不到六个月呢, 是五个月呢, 是五个月, 那今天呢, 他们已经回家了。 昨天呢, 也在我们花莲呢, 同样也有开了一个记者会。 两把都会完啦。 那现在已经呢, 头抬起来咯。 原来是那么的帅呀, 过去的遮了脸啊。 现在, 换了另外的一个人, 要回去了。 真的真的, 看着实在是很感动啊。 所以呢, 每一次的医疗的个案, 能这样的, 顺利的, 就会感觉, 啊, 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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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剩. 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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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这样走过来 真的提到慈激的医疗之业 真正的帮助了很多的人 在这里也要向大家报告 昨天11月1号是慈激医疗中心 也就是之前的医疹中心 20周年庆 这20多年来 在洛杉矶有很多医生志工的支持下 我们服务了许许多多的民众 在这个20大庆 我们是用什么方式来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呢 我们请医疗资金会执行长 曾慈慧师姐 在洛杉矶当趟的Sports Arena 和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分享 今年的美国慈激医疗20 我们还是走入社区 在LA Sports Arena 参加第六次的社区大型议诊 那医疗20 我们希望呼吁的是 千只主统回娘家 很高兴我们已经达到960几只 我们预计可以达标的 那非常感恩所有的志工菩萨 还有各不同的团体组织 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现场能够把上人的主统岁月 早期的一些精神在社区里面跟各种机构啦 不同的人士一起来分享把爱传出去 今天在现场服务慈激承担的方面是整个牙医 牙医我们有84张床 是破我们所有的记录 还有我们的中医有18双床 还有西医、妇科 眼科也是最受欢迎 今天眼科已经看了将近370几位 那牙科是400多位 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场 不管是中医、西医、牙医、眼科 大家都是心生欢喜满载而归 大家刚才是否有听到 我们将近有一千只的竹筒回娘家了呢 为什么此机人总是带着竹筒 活动的时候要发竹筒 分享的时候提到竹筒 甚至连我们帮助的人 我们都要发竹筒给他们呢 现在先带大家一起来听听这首竹筒岁月 先领会一下什么是竹筒岁月的精神 竹筒有空间 可难所不满 回收紫之几几 出水埋菜签 名人已铺满 绿色五毛钱 吉射可尘秋 小千辛大山 小铺满压装的是刺激心 善忍的邪淡和心酸 长情待见心经营 累积成今日的辉煌灿烂 莫忘记那当初的小铺满 区区的鞋埋在前 一点一滴充满泪水 坎坷的道路呀走成平台 祝同有空间可难做不满 为朝此寂寄出许卖菜前 祝同有空间可难做不满 义铺满日存五毛钱 吉沙可承求小前行大山 小铺满压装的是刺激心 善忍的邪淡和心酸 常情待见心经营 累积成今日的辉煌灿烂 其实竹筒岁月真的是可以让大家都有赏钱行大山的机会 虽然我们在物质生活上没有办法像其他富有的人一样 可以捐很多很多的钱 但是上人告诉我们 只要有心 每天把零钱放到竹筒内 然后捐出来帮助别人 相信你我都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还没有竹筒没有问题 你只要到此际究竟的联络处会所 都可以免费索取 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家家有竹筒 各个有爱心 人人都平安 事事都顺心 今天在上人说故事的这个单元 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大象与穷人 在佛陀本圣经里 有一个深具寓意的故事 无量节以前 有一座原始森林 森林里里木茂密 是许多非勤走兽聚居的地方 其中有一只母象怀胎了 不久之后 生了一只与众不同的小象 它一出生 就有牙齿 小象牙焕发着 晶莹光滑的白色光彩 卷起来的小鼻子像银环 额头上像长了一朵莲花 让人觉得很吉祥 很可爱 随着岁月的流逝 小象慢慢地长大了 也普遍得到 所有群居动物的敬仰 无论是凶恶的狮子 虎 毒蛇 或是微小的山鼠 大家都喜欢围绕在河山的大象旁边 由于每天都有很多鸟兽围绕在它的身边 有一天它就利用黄昏时分 独自去找了一个很宁静的地方 希望享受一下清静的乐趣 当它刚刚趋下两脚 想好好休息时 突然听到哭喊的声音 它寻声去找 发现原来是有人跑到山山里来了 这个人很穷 来到森林里寻找资源 以求过活 由于天色越来越暗 它又着急又惶恐 走着走着 竟然迷路了 忍不住就放声哭喊起来 希望有人听到它的声音 可以来搭救它 当穷人手足无措 不知该如何时 看到了大象 它吓得把腿就要跑 大象看到穷人惊慌的模样 立刻停下脚步 穷人看到大象停下脚步 也稍稍安心地停下来 大象看它不跑了 就慢慢地靠近它 穷人一看见大象走过来 吓得又想逃跑 如此反复多次 穷人心想 这只大象看起来很温和 穷人正在思考时 大象就驱下两只前脚 表示它的善意 此时穷人才慢慢接近大象 虽然它的心里还是很惊慌 却感到一股祥和的稳定力 它走到大象的身边说 我很害怕 因为我迷路了 而且我已经饿了一整天了 大象似乎听得懂穷人的话 就用橡皮轻轻地将它揽住 并把它放在背上 然后载它回住处 大象的住处有许多水果 穷人狼吞虎咽的饱餐一顿后 大象又将它放在背上 载它走出森林 穷人坐在它的背上 就开始打起主意来 这是一头与众不同的大象 而且这座森林资源很多 我要记住大象走过的每一条路线 以后就可以再来寻找资源 于是它很留心地注意大象经过的地方 终于大象载着它走出了森林 到了出口处 大象趋下前脚 让它下来 穷人下来后 一边往前走 一边回头仔细记住入口处的特征 以及全城的路线 当穷人走入市集时 看到一位雕刻师 正在用象牙雕刻一品 而且交易十分热络 价格也颇昂贵 他就问雕刻师 你们这些象牙 都是从象种里找来的吗 那活象的牙呢 雕刻师回答 对呀 活象的牙就更值钱咯 穷人听了很心动 心想 我应该先从大象的身上取得资源 于是回头又往山林去了 到了森林 穷人寻着大象带它走过的路线 果然找到了救它的大象 它对大象说 我很感谢你救了我 但是在外面我却无法为生 所以很希望能够从你的身上 取得一些资源 让我过活 而你的两只象牙可以救我 让我生活无忧 你可以帮我这个忙吗 大象和善地点点头 穷人就拿出锯子 把两只象牙锯了下来 拿到市集去卖 过了一段日子 穷人又来了 跟大象说 我把象牙变卖之后 只够把债务还清 现在我又身无遗物 还是无法生存 你可以把口里的那段象牙再给我吗 大象还是很温顺的点头答应 因此 他口里的象牙也被穷人拒走了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穷人又来了 祈求地说 虽然我的要求比较无理 但是如果没有你救我 我真的再也活不下去了 你可否连牙根也都给我呢 大象还是很温顺的点头 让他用刀子割开皮肉 挖出牙根 虽然血淋淋的 但他还是强忍着剧痛 满足穷人的需求 大象毫无保留的付出奉献 而穷人却贪得无厌 对大象一再所求 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 他在拔下大象的牙根之后 便得意洋洋地背着象牙 一走了之 当他走到半路时 突然间山崩地裂 起火燃烧 穷人由于走壁不及 被火烧着 最后遭滚落的山石火埋 这头大象就是佛陀 过去无量劫的前身 虽然身为兽类 但是仍然没有忘记救助人的心 从这个故事中 我们可以了解 佛陀在无量劫前 就以发心发愿行菩萨道 即使是一个人生活有困难 他也愿意忍下自己身体的痛苦 把身上的资源 无怨无悔地奉献出来 所以佛陀能成佛 每一个人的心中也都有佛性 只是我们仍处在凡夫地 如果我们能够努力精进 超越凡夫地 也是可以达到佛的境界啊 活动讯息的分享 首先要告诉大家 我们秋季班的社交课 推出了很多精彩的内容 其中有一门很棒的是 家庭园艺的课程 我们特别请到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课程内容 秋冬季的园艺班 当然我们很希望我们社区的每一个乡亲来报名参加 因为这个可以学到一些经验来参加以后呢 对你家庭的果树呢 或家庭的后院的一些停验的知识会增加蛮多的 这次会邀请蛮多的老师 就针对我们南加州我们后院的一些蚊虫的管制啦 或是有机堆回怎么做啦 我们最主要我们持续推广的怎么做简单 而且方便的有机堆回 然后怎么做环保节水 或节义 让我们的土壤变有机化 这些都是我们在课堂里面会用生动的图片来介绍给 分享给我们参加的园艺班的同学 生动活泼的启发式教学 让孩子充满自信 温馨舒适又安全的校园环境 让孩子们尽情的吸收知识 核桃慈季大安幼儿园 在大家的护士祝福 还有家长们的耐心期盼下 已经通过了相关部门的审查 即将在11月4号 正式开源 幼儿园目前招收2岁9个月到4岁11个月的幼童 欢迎您来电预约参观或询问详情 11月10号下午4点到5点半 在美国总会园区有一场精彩的英文分享 将有一名瑞典籍的物理学家 也是目前常住在金社的志工 Yohan 他要跟我们分享是什么样的姻缘 让一位听不懂中文的欧洲学者 放下拥有的一切 投入此季的志业 精彩感人的故事 要跟您分享 请您别错过 感恩您在此收听此季世界广播节目 每个星期六上午在空中和大家有约 我们的服务专线是909-447-8612 如果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 欢迎您来电 我们下周再见 世界充满着爱和关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应该可以忘记怀了